翻唱或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Michelle 又跟大家見面 今天我先說這段落語 其實都頗徐漫字 叫做馬路漁府口 相信很多60-90年代讀书的同学 族有有自然唱过《马路如虎口,交通规则要进手》 这首歌 不要说你们没听过 我猜到你们的年纪是多少岁 安全第一,就是命长久 或者是小学公民教育学 学马路要出现过 教你要看清楚交通路面的情况 不要乱来 看左、看右、看前、看后 而且很多时候都会在政府宣传交通安全广告出现过 顺理成章 很多人认为这个slogan 应该是政府当年仲息治的官员作用 原本是政府无线抄桥 这句口号在30年代已经出现了 又有十几间分布梁国英药局的老板 梁芳是量度出来的 这位梁芳先生的老爸梁国英 原本是搞承约生意的 嗯,挺厉害的 梁芳原本是出名的摄影师 还扮演过一本叫天下画布的上集 哇,挺有文化的气息 但在他老爸去找先人之后 他被迫接受梁国英的药局 他还试过向马戏团借小丑 大笨将游街帮他的药局做宣传 哇,以前也挺新潮的 好了,说回这句马路如虎口 其实就是出示这位梁芳先生的首席 事然是他老哥在药局看档的时候 目击一宗交通意外 令他觉得非常震撼 所以当时他有一个感觉 就觉得我一定要发起全港一次的口号 而且是交通安全的运动 这样才行的 所以设计了马路如虎口 当中不好走就是他小时候读书的初型 而这位梁先生就更加自己 用了些荷包去做海报、传单、布置、广告 又小一笔了 不过成效一般 街上仍然有很多盲目被车车 有发生意外 但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现在在街上还有他的药局